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的示威活動稍微減少了 馬上警察就展開大清算了 先講講今天下午 警方毒品調查科的財富調查組 處理高級警司出來開了記者會 他說在上午時 拘捕了三男一女 年齡17至50歲 包括一名學生 說他們為什麼涉嫌洗黑錢 在警察的行動中 總共檢獲了13萬元現金 6支佔2支雷射筆 價值16萬超市現金券 以及大量個人防護裝備 以及凍結了7千萬元的銀行戶口 我們首先講講警察如何交代這個案情 警察說他們這次行動 是基於對一間空殼公司的主動調查 警察就發現 在過去半年 這間公司有大量可疑現金交易 以及可疑個人投資保險產品 與公司的業務不相符 警方就是基於這些洗黑錢的特徵 主動作出調查 根據警察的調查所得 一個名為星火同盟的組織 聲稱支援被捕人士 過去半年籌款大約8千萬元 警方發現星火同盟戶口裡的錢 被轉移到一間空殼公司 而這批資金大部分都投資了個人保險產品 受益人是公司的負責人 警察又說 星火同盟購買了3千3百張超市現金券 還有雷射筆、頭盔等裝備 不排除星火同盟給予年輕人 參與示威活動作為報酬 我們先說一下案情 警察說這件事涉及洗黑錢 但其實市民都聽到一頭沒水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星火同盟的錢是哪裡來的? 就是由市民的口袋主動捐錢給他 主動入錢給他 當然會涉及大量現金交易 甚至乎商戶賺到錢 又捐給星火 因為他們是黃店 好了 你現在就說他洗黑錢 你能不能夠交代進一步的案情呢? 當然你又不會交代 因為你說會調查當中 所以問你也浪費氣 那匯豐銀行會不會又出來說幾句呢? 因為這個星火同盟其實是在匯豐開戶口的 而每一家銀行其實都有他自己的反洗黑錢的部門 現在這件案件就涉及到匯豐了 匯豐會不會主動出來釋除公眾的疑慮呢? 我想未必會 當然這件案件給人的感覺就是 就是有一點肉家之罪 何患無辭 那製造了幾個客觀效果出來 第一 警察在引導市民的思考方向 他不停強調 那些錢就注入一家空殼公司 然後他買了一些個人投資的產品 我不知道是什麼 他沒有說 那受益人就是公司的負責人 那你是不是想製造一種市民之間的互相猜忌 還有在製造分化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意圖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呢 是不是 你不可以直接交代他買了什麼產品 為什麼你不說得清楚明白一些 你是不是想引導市民去這樣想 還有 你又說到 那裏牽涉到很多超市的現金券 一些頭盔和個人裝備 又說不排除這些就是給予年輕人出來活動的報酬 這些擺明就不是 這些是引導市民的思考 不是那些人收了現金券才出來示威的 根本上就是有些示威者 他需要經濟上的支援 才主動向星火申請 我相信就是這樣 你只是指不排除而已 你還沒有查清楚 你就不應該說 在記者會那裏 什麼都說不排除 你們跳樓又說沒有可疑 這麼快就判斷得到 這些你就說不排除 不排除是還是不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不是就不要拿出來說 什麼叫不排除 第二件事就是 你即時凍結了他的銀行戶口七千萬 所有被捕示威者就麻煩了 馬上就失去了財政支援 甚至乎連申請少少生活的補貼 這個機會都沒有了 但我又相信一件事 市民是非常熱情 尤其是黃絲 你叫他們再籌操一筆捐款出來 我覺得只是時間問題 我覺得他們的財力絕對應付得來 問題就是 將來來說 如何收取這些款項 就要非常小心處理 不能夠浪費這些錢 你被你凍結了 將來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會解封 那就大劑吧 所以這件事就要市民多加來思考 尤其是這些基金籌操平台的人 就要想清楚想錯 除了這個星火被清算以外 連黃之鋒也是被清算的 他在Facebook那裡又有事情爆發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他在今年的8月30日被捕和起訴 當時他用這個iPhone的XR被警察檢取了作為一個證物 在被捕期間他從來都沒有向警方提供手機的密碼 警察也從來沒有問他要求索取這個密碼 但是在昨天的黃昏 距離開庭之前大約20小時 他就收到控方提供的證據列表 其中包括了四份 是黃之鋒手機信息交流的記錄 兩份是WhatsApp的對話 兩份是Telegram的對話 截至今天開庭聆訊之前 他都沒有收到控方通知 或者是警方查閱手機內容的首領 這令到他對於侵害私隱的做法感到十分憤怒 他就說 鑒於現時截取通訊和監察條例 未能規管政府要求網絡供應商要求交出通訊紀錄 或者限制警方以黑客軟件竊取市民的個人資料 因此即使警方採用了這種侵害私隱 甚至乎是非法的途徑取得通訊紀錄 法律上都沒有辦法阻止警方的濫權行為 從控方提交的證據可以觀察得到 警方甚至乎能得知個別訊息 是從軟件的手機版本 或者電腦版本所發出 並非是一般用戶的介面能夠做得到 他就嚴正呼籲所有運動的參加者 注意資訊安全 這裡有幾件事想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有些人以為用iPhone是完全安全的 沒有辦法破解 事實上不是的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有一間叫做Celebrite的公司 是以色列的公司 他已經可以破解到所有舊版的iPhone 除了最新的一部未能破解到 大家看看就知道 有這些消息出來了 到底警察是否光顧這間公司 就不知道 但是反正在世間上 就已經是有方法可以破解到 沒有說破解不到 千萬不要大安置疑 就說用iPhone一定沒事 當然用Android就更加容易破解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大家要參加一些活動 盡量怎樣呢 就要使用有時限 而且會自動刪除對話的即時通訊軟件 例如Telegram 就不要留有紀錄 一旦留有紀錄的話 就會很嚴重 譬如警察這樣 照計可能是被Hack了進去 因為他沒有問他拿密碼 要不就撞中他的密碼 這麼幸運嗎? iPhone撞了十次 就自動洗機了 可能有機會被Hack了進去 好了 如果你的通話 那些對話 是可以看幾秒刪除 那就沒事了 如果留了底 又是嚴重 第三件事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反正買了這麼多的裝備 不差再買到清水機 很便宜的 有需要的時候 你就用 平時那一部 你就放在家裡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是從物理上的防備 直接不用那一部 你出門的時候 如果是去參加一些活動 我不知道什麼活動 反正你出門參加活動的時候 你都不需要長期看著手機 因為你要看的就是現場實況 對嗎? 就不用看手機 所以那部手機的配置 又不需要那麼隆重 很便宜的 總之那部機 可以作出一些通訊的用途 這樣已經很足夠了 將平時用的那部放在家裡 當然這就會製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但是這一點的麻煩 換來的就是你自身的通訊安全 我覺得是值得的 如果有什麼事 你的手機落入了其他人的手上 其他人 在肉錘針板上 他喜歡破解也行 他喜歡撞密碼也行 他喜歡怎樣都行 時間就在他那裡 其實是很嚴重的 而且根據黃之鋒這個說法 他連軟件的手機版本 還是電腦版本發出的 他都知道 這件事已經超越一般市民所做到 根據一些網上的消息指出 有一個專用軟件叫做UFED Premium 可以解鎖iOS12.3 或者更舊的版本 雖然未能確認 警察是否用這個軟件 來解鎖黃之鋒那部手機 但是所有iPhone用家 應該立即將手機系統 更新到最新版本 即是iOS13.4 而且不論你是否iPhone用家 請大家記得開啟SIM卡 即是那張SIM卡的密碼 以及時刻使用高強度的密碼 即不是按六位數字 或者按線條 他其實有一個可以用高強度密碼 要打很多英文字 數目字 符號 這樣都可以 這就是最能夠保障大家的通訊安全 總之各司各法 但我始終認為買一部清水機是最安全的 始終自己在用的那部放在家裡 什麼事都沒有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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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